再加种植榴莲 首先挑选一个成熟的榴莲 将它撕开 选择一块果肉饱满的榴莲 将里面的种子抠出 用水清洗种子上多余的果肉 防止种子腐烂 选择一个装水的容器 将种子换入水里 浸泡三天每天放水 种子发芽点朝上 尾部朝下 插入土壤之中 用泥土掩盖 每隔三四天浇水一次 总之大约十天发芽 正式之前盆栽种植的榴莲苗 已经逐渐生根发芽 芒果已经开始结果 再加盆栽种植西瓜 首先挑选一个成熟的西瓜 将它撕开 搬开 搬开过后 抠出里面黑色的种子 用水清洗种子上多余的果肉 防止种子腐烂 选择一个盘子 上面放一张湿纸巾 将种子撒在湿纸巾上 撒上一层泥土 每隔两天用喷壶 喷一次水 种子大约一个星期发芽 种子发芽过后 再移植到花盆里种植 再加盆栽种植山竹 首先挑选一个成熟饱满的山竹 第一步用刀将它切开 将它搬开 抠出里面的种子 将果汁挤出 留下里面的种子 种植的第二步 将清洗过后的种子 放入水里 浸泡三天 每隔一天放一次干净的水 种植的最后一步 种子发芽点朝上 尾部朝下 插入土壤之中 用松土掩盖 每隔三天浇一次水 种子大约一周左右发芽 这是我之前盆栽种植的柠檬 已经结果 芒果已经结果 再加种植芒果 首先第一步 将芒果 切开 搬开 取出里面的种子 第二步用水清洗 种子上多余的果肉 以及糖分 第三步用一把剪刀 将种子外壳剪开 将外壳搬开 取出里面的种子 选择一个碗 装满水 将种子换入水里 浸泡三天 每隔一天放一次水 种植的最后一步 将浸泡过后的种子 取出 头部发芽点朝上 尾部朝下 插入土壤之中 每隔三天浇一次水 今天给大家开一个芒乐 看一下里面是红芯的 还是白芯的 现在我们用刀给它切开 手撕开 看一下啊 如果是红芯的 老铁们来个酸鸡鼓励一下 哇 哇 好红啊 像爱心一样 我们来吃一口 像不像 两个小红芯 老铁们 两个小红芯 我来尝一口啊 嗯 好糯啊 太甜了 哒